接下來為您報導 馬英九總統今天開記者會宣布 有關就學貸款的利多政策 包括了弱勢學生的還款期限延長為兩倍 可以到十六年 而就業之後的申請還剿門檻也放寬了 另外還增加中低收入學生 每個月可以貸款四千塊錢的生活費 這項新政策將在明年二月正式上路 估計受惠學生有十萬人 每到開學前 銀行大排長龍申請貸款 算一算每年約有44萬的學生申請就學貸款 為了減輕這些弱勢學生負擔 總統上午大政上找來相關的官員 舉行青年安心就學記者會 宣布就學貸款條件再放寬 延長還款期限 從1.5倍變成2倍 放寬申請還剿的門檻 本來是一個月2.5萬 現在變成3萬 這個計畫是從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也就是明年的2月1號 開始時事 而對學生關係最密切的 學貸還款期限延長 舉例來說以大學四年貸款四十萬為例 現行規定在十二年內還清 每月貪還三千零九十七元 而薪制延長後可以分十六年償還 每月貪還兩千四百零五元 算算每月共減少了六百九十二元的支出 預估十萬人左右受惠 而除了就學貸款條件放寬 教育部也修正了就學貸款的程序更加簡化 以前這個學生都要親自去辦理 這個對保 那我們現在除了學生親自之外 也可以同意由他所主定的授權的 他的親屬家人來幫忙辦理 這場記者會鎖定民生教育議題 但也不忘製作看板 比較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 和馬政府就學貸款的政策比較 其中光是就學貸款期限 有沒有延長 學生繳費的費用每月就差了兩千元 由此看出馬總統端出七年安心的就學方案 就是要展現搶七年選票的企圖 借林賢彭耀祖台北報導